监察院长王建轩要卸任了 但是他炮火还是相当的猛烈 他说监察院成立以来没有好过 即使好的人才进了监察院也会变得不好 他甚至直指说 像这个监察院会收礼啊 委员会收礼院客官说旅游等等 甚至最后他还提出了这个修宪的震撼 但他建议朝野合作修宪废除监察院 让五权宪法变成四权宪法 关于监察院的条文 停止使用 那就变成五权就变四权了 有备而来拿出早就查好的资料 监察院长王建轩卸任前丢出震撼弹 建议朝野合作修宪废除监察院 监察院本来他在外面很好的 他一到了监察院这块土地气温一变 马上就气粗起来了 哇就不得了 监察院从开始以来没有好过 谁来做都是这样 我来做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压制到一点点 对监察院没信心 对国会更不满 甚至重化案批 关说争议衍生的九月战争 警察抓到两个小偷 警察呢 被判刑 有这样的公益吗 拿出高盗的标准 监察院长薪资2600万 王建轩全部捐出 卸任后则将专心做公益 记者林家贵 陈玄白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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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